這次份業績就這樣看 我覺得就不是算是一種很好的情況 給了很多行業的預期就好少少 甚至乎比起個別 譬如是大禍或者高城 都有些是miss的 不是說是一個全面的beat 如果你看回這次在收入上面 就升得8% 不是說算特別好 當然大家會有個預期 其實因為它出貨量 之前公佈的數據都知道 受到晶片短缺影響 按季的跌幅都很明顯 如果你看回它的market share 說到第二季都去到17% 全球排第二 但到這次第三季就降到12點多 排名也跌了一級 都反映好像譬如iPhone出了手機之後 出了新的蘋果手機之後 都令到小米的市佔率是有個明顯向下的 代表著如果接下來的品牌都繼續出一些新機 小米會不會都一樣有個壓力呢 但是有些地方要賺的 比如說它平均那個 就是手機的售價 就提升了 就令到手機部分的無利率 都是有個的上升 這個我覺得市場是有些加分 反映它慢慢拓展高端的路線 暫時看來是挺成功 另外它也有些地方要賺的 就是說那個是互聯網的服務 這次的收入的升幅都是好的預期 這個就真正一個必的 我講的升幅都講的有兩成七 兼且無利率也都是按年升了13個點子 去到七成三 這個是挺難得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之前 譬如是騰訊 或者是阿里巴巴 那出來的那份業績 特別在廣告業務上面 就做得不好的 但是這次小米 你看到它互聯網業務 裡面的廣告業務 按年都升了四成半 這個是挺難得的 因為整個宏觀環境 或者受到監管因素影響 其實很多廣告主的預算是壓低了 但是為什麼它的廣告收入都能夠升呢 就是因為靠它那個人流量 或者它用APP那方面的traffic 是明顯提高的 再加上它都多了不同的廣告主的客戶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今次市場上面 是會覺得是做得好的地方 所以整合剛剛講的這幾點 就有些好 有些扣分 所以加起來我覺得股價都是忠誠 即今次份業績對股價那個驅動的程度 不會說真的好大 是的 那我們的MOSAP就有朋友問 現價可不可以進入呢 如果聽你這樣說 又不覺得特別值得進入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暫時我覺得都未算是一個很好的入市價 除非你說接下來市真是有一個升勢 所有的科技股都有回升 那它就跟著大市升 但是如果你說它要自己零零射射射 可以是特位而出的 可以跑人其他科網股 暫時又見不到 還有剛剛都講了 就是關於電動車業務 雖然這次有個時間表 但是大家其實都未必說真的完全安心 最大問題就是你去到2024年出 那到時其實都有很多新的電動車品牌 都會出一些新車 是 譬如你說Apple Car那樣 是 或者可能接下來一些美國新勢力的電動車 亦都會出 那會不會大家打那個市場 那些檔次又會有一個競爭呢 那所以你問我 就是小米在現價這一刻 你買下去都可能純粹當是一個區間上落的短炒 那暫時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聲浪會開展著的 是的 譬如大家都很關心它那個 晶片短缺影響它生產的問題 它說到要明年的下半年才能夠解決 你覺得會不會太久呢 這個都有點令人失望的 因為它都打定底 比市場有個心理預期 就說第四季都未得住的了 那因為之前有些行就覺得 晶片短缺應該可以在年底的時候 慢慢是滿和 那對於小米或者其他手機的生產商 或者品牌商都應該慢慢會改善 那但是小米說到明都未得住 最快都可能要去到下年的年中 才慢慢解決得到 那所以對於小米接下來的出貨量呢 我覺得暫時都未算是一個 就是這麼快的復甦 即使你說過了最差最壞的時間 那但是距離真正的復甦 或者是回升的階段呢 都還有一段時間 那所以我自己有點擔心 就是小米之前就是靠 人家沒有芯片 自己都還生產到 那增加市佔率 增加出貨量 那但是看到第三季 其實這支歌仔呢 就唱不了了 那去到第四季 我覺得這個情況呢 都應該沒什麼大分別的 那所以這方面我覺得對小米來講 都不算是一個加分位了 好